這個可能讓美國睡不著覺了 就是解放軍跑到了美國的後院 這大概是距離美國後院最近的一次 因巴西軍隊的邀請派遣了海陸 趕到了巴西 參加了多國連演 那巴西跟美國的距離只有三千公里 所以這個部分引發了很大的關注 那其中有個公眾號就推估各種可能 因為中國到巴西大概是一萬八千公里 運二零最大飛行距離七千八 中途降落一次或是兩次加油 可以到達派遣了一支零七或是零七五 兩棲攻擊艦搭載陸戰隊前往 大家怎麼看 中國的軍事力量也來了 先問一下李將軍吧 就是這個福建艦的這個航母 第四次的海事 那這次當然就是艦載機的起飛 也算是最危險的開始 那它上面有四款 什麼空頸六百啊 殲三十五啊等等 你覺得第一款試射的 這個彈射的會是哪一個 大家都猜應該是殲十五 你覺得是嗎 好 李將軍怎麼看 福建縣這次來講 這第四次海事應該就是會 艦載機的起降 這應該是無庸置疑了 那至於目前來講有四款 四款的這個戰機在上面 一個是空頸六百嘛 然後殲三十五還有殲十五 是殲三十五屬於踹門者的角色 隱形式的戰鬥機 那殲十五是屬於這種 炸彈卡車可以帶大量的這種 炸彈在上面 那另外還有一款是教練機 教練機來講我們知道 訓練一個飛行員來講 如果你都用戰鬥機去訓練的話 那這個消耗成本太高了 最好就用教練機來訓練 訓練他們起降 這是比較划算的 那這是四款飛機裡面 當然以教練機的這個 飛機重量是最輕的啦 然後以殲十五是最成熟型的 所以我覺得最有可能 當然如果說是用輕型的 我先用輕的能夠彈射成功 再慢慢加重它的重量 因為這次來講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用華耀式的起降 這次來講用彈射出去 那希望彈射來講的話 速度一定要夠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是 最有可能的應該是 這個教練機 因為它是最輕 用這種方式來彈射起降 那第二個我特別要強調 就是說如果說是我們不要 這個航空母艦 你不是光彈射出去 你要怎麼回收 我覺得也是很難的事情 其實對飛行員來講的話 這個降落在這個 航母的甲板上面 才是最危險的時刻 要起飛的時候其實還好 只要能夠飛得上去 大概都沒問題 那重點是下來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拉得住 這個艦載機它降落的時候 它跟一般在跑道降落 是完全不一樣的觀念 一般跑道降落 就慢慢收油門 然後飛機速度慢慢減慢 已經聲音慢慢變小 然後落地以後煞車 但是航空母艦上面 降落的時候剛好相反 你要把油門推到最大 然後用飛機的這種姿態來講降落 因為萬一這個攬阻溝沒有溝到的話 我馬上投一台我就可以再起飛了 如果那時候你馬力不夠的話 就可能四次會掉到海裡 所以反而要那個溝要很重要 而且馬力要推最大的狀況之下來降落 所以如果說就降落來講的話 這樣最成熟的就是殲15 因為他們已經 所以合理來講 它應該會是第一款降落的 對 我說這是海市當中 它應該是第一個上的吧 對 殲15有可能是 但是我覺得說這次來講 很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說會不會說是 福建艦跟遼寧艦擺在一起 然後一架彈出去以後 我用另外一架 如果說這架收不成的話 我這個三中艦可以很成功的回收 譬如說第一次來講的話 用教練機起飛對不對 我在陸地上面來降落 然後證明它 第二次來講殲15起飛 然後在艦載機降落 我覺得起飛跟降落 他們可能會分別來做測試 中國派遣陸戰隊到巴西去軍演 這次來講確實是 對美國來講是非常嚴重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你要知道這兩個 去登陸演習來講 一定有一個是登陸部隊 還有一個是被登陸部隊 那你想想看 這時候應該是誰當演習登陸部隊 誰當演習被登陸部隊 那很明顯的是 這個中國海軍陸戰隊去登陸嘛 然後巴西演練被登陸嘛 演練反登陸啦 那就巴西我國土防衛來講 我當然要演練反登陸 對不對 這個怎麼樣來做 如果說萬一有敵人來講 要在我國土上面登陸來講 我怎麼樣做反登陸 那解放軍既然已經是 海軍陸戰隊去的話 當然他不可能到那邊去反登陸 他一定是登陸作戰 好 接下來是 這個中國海軍陸戰隊 是用什麼方式去的 我覺得不太可能用運二十 你既然是海軍陸戰隊 既然要登陸作戰 那一定是艦船過去 所以這次艦船 我估計可能是075或071 那解放軍往常出去 到國外去的話 你看他一定會展現出他國力 我除了說是跟你做演練 有政治上外交上的關係之外 我從事也要展示我的軍位 所以他會把他最堅強的 這種部隊派出去 就075 我相信這次是075 而且是071 然後搭配的這種艦載直升機 直20或直10的武裝攻擊直升機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次巴西來講他為什麼去 這18000公里他會從哪裡去 我覺得這個 可能就比我更多 那一定從南美洲下面 叫合鷹角那個地方過去 他不可能走巴拉馬運河 美軍覺得不會讓他從巴拉馬運河 這個過去那邊 他已經從下面 南美洲的下面過去 那叫合鷹角 合鷹角有號稱這個海洋軍艦 不是軍艦 船隻焚場之身 海象非常的惡劣 那解放軍能夠通過這個地方 整個艦隊通過這個地方 其實對解放軍來講 也是一個考驗 緊接下我們特別要講 美國為什麼會很緊張 因為大概去年的時候 委內瑞拉總統對不對 馬杜羅最近好像是有一些 紛紛擾擾 為了這個選舉的事情在那邊 各國對他不承認他選舉 可是不管怎麼樣 對中國來講的話 我不管你自己內政裡面 你們選舉什麼必案不必案 我跟你來講 我是建立全天候的戰略夥伴關係 那時候習近平跟馬杜羅 不能說馬杜羅啦 他不是跟馬杜羅 他是跟委內瑞拉這個國家 那大家看看委內瑞拉在什麼位置 他在加勒比海的下面 他上面隔個加勒比海 上面是古巴 然後右邊是什麼 是巴拉馬運河 也就是說美國的艦隊來講 如果從巴拉馬運河 要從太平洋到大西亞的話 他一定要經過兩個咽喉 一個是巴拉馬運河 一個就是加勒比海 那加勒比海下面就是 委內瑞拉 當中國的艦隊到達 委內瑞拉 巴西完之後 他就代表說 他有機會到 叫委內瑞拉 而且古巴是在上面 古巴如果說是解放軍也在那邊 這樣俄羅斯的艦隊到了古巴 那你想想看 對美國那威脅多大 他的艦隊就 太平洋到不了大西亞 這邊是古巴 如果說是俄羅斯的潛艇擺在那個地方 下面委內瑞拉是中國的海軍陸戰隊的軍艦 在委內瑞拉來講的話 那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確然說是去巴西參加 這兩期登陸演習 但是對美國來講 威嚇意味非常的濃厚 對 所以你看解放軍不只是空軍 包括海軍走出國門走向全世界 好 我讓介大使來談一下 這個周邊幾個國家 一個是印尼 一個是馬來西亞 那印尼8月29號開始 他對13個國家跟地區要宣布了免簽 仔細看一下 當然沒有我們台灣了 有香港問來 菲律賓 柬埔寨 馬來西亞 緬甸 新加坡 泰國 沒有中國 這個部分引發了大陸網民 很大的一個討論 為什麼沒有中國呢 另外一個這個馬來西亞的部分 馬來西亞的首相安華 跑到了俄羅斯 這個海森威那邊參加了 東方經濟論壇 在這裡他有一番表述 講到這個馬來西亞 探勘南海的能源 那他就說呢 中方曾經發出過一次 或是兩次的抗議召會 有發喔 要求馬來西亞停止石油探勘活動 也表示這個 大家表示不會侵犯別人的邊界 從來沒有否認 跟中國進行討論的可能性 但這並不意味著 馬來西亞會停止在我們領土內的行動 那這個話呢 大家聽到了一些對抗的意味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